不得不承认一款国产的GPU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更何况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 而前段时间的首款7nm GPU Big Island 就凭借着初四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 当然现在新动科技的首款服务器显卡风华一号也于近日测试成功 那关于它的详细情况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 目前除了虚拟货币的持续高涨以外 NVIDIA和MD的两价垄断才是导致显卡市场变得混乱不堪的首要原因 而所谓普通的游戏玩家想要在这种局面中购买掉一张原价显卡 无异于是大海捞成 所以为了缓解目前的病态局面 国内的厂商们也是卯足了干劲 而此次最新亮相的风华一号GPU就是获得突破后的又一实力 具体来看研发风华一号GPU的公司名叫星动科技 是一家致力于一战式IP和芯片定制的领军企业 目前其家的产品涵盖了HDISP 无线通信设备 高性能多核主控SoC 以及GDDR6、GDDR6X高性能计算GPU等等 同时也与大家所熟知的AMD、Intel、微软、亚马逊等公司均有合作 除此之外 星动科技还提供了从5nm到55nm全套高性能IP核和ASIC定制解决方案 并首发了中芯国际的第一个N加1工艺产品 所以在技术层面上星动科技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而风华一号GPU就是旗下今年以来的最新的一座 首先是在外观方面 风华一号GPU采用了标准型的双风扇设计 并配备有HDM2.1和DVI显示输出口 支持最新的PSA14.0和DP-EDP1.4等技术 但同时旗还采用了与NVIDIA RTX 307一样的GDDR6X高带宽显存 然而显存容量暂时为止 除此之外风华一号还支持国产专利的物理不可克隆加密技术PUF 以及国产标准封装技术Enolink Triplet 而这种技术的特点就是可将不同功能不同工艺制造的小芯片 进行模块化封装 最终形成一个异构继承芯片 感觉与12代酷热的大小和有一起同工之妙 但其还具有高度可编程性和灵活性 可实现高达1.5TBPS以上的带宽 同时保持信号完整性和低延迟 而根据行动科技表示 风华一号其实是专门为中国5G数据中心定制的高性能显卡GPU芯片 也是国内首款同时适配4K高清桌面和高性能服务器及GPU 其不仅支持国产Linux、Android以及Windows等操作系统 而且诸如像OpenGL、Vulkan、DX等主流的图形框架也都实现了支持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在详细的规格参数方面 比如制程工艺、晶体管数量和浮点性能等 风华一号并没有展露太多 但它显然不是为游戏而准备的 所以作为玩家的我们就不用太期待了 即便是出了肯定也是买不起 但这对于国内的大幻境来说 风华一号的问世不仅意味着我们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而且对于芯片国产化以及打破行业垄断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那视频的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心动科技官网的那一段话 作为智能计算和图形渲染的航母平台 GPU相关产业已成为千亿赛道 可由于高难度的软硬件技术和应用门槛 长期以来这个赛道一直被国外巨头所垄断 特别是在工作站和数据中心的显卡领域 国产图形GPU因性能落后而无所作为 成为了卡脖子领域 近年来这个领域又因一众初创公司纷纷高调进入 且获得数十亿级的巨额风头而备受关注 但是喧闹过后市场上人无一款 可以与国际巨头对标的量产产品 难怪坊间细言 国产自主GPU 估值全靠PPT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